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台北市長 柯文哲在投完票之後公開聯訪 昨天應該民眾黨的議員黨團 記者會議就有在講這一點嘛 就是說 台灣還是要建立一個責任政治的文化 就是說 到底這個投票結果政府要不要遵守 我看到現在為止好像 民進黨政府也不肯回答這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 其實不管投票結果怎樣 這種全國性的 當然投票是國民的權利 但它也是一種義務 所以 可以的話還是儘量來投票 因為是表達一個國民的意志力 市長昨天你呼籲大家投票 你覺得自己有遇到這個成效嗎 我剛剛講過嘛 這盡量啦 就是說 應該盡量啦 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這個 不管投票結果怎麼樣 還是要 還是要 還是要做一些檢討報告 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投票常常不僅在結果也在過程 本來這種重大民生問題是要討論的 結果我還一開始發現 最後還是訴諸這種政黨動決意識形態 所以 所以通常不是 這些主要政黨不是要告訴人民說 要怎麼投 更重要是要講說 投完的結果怎麼處理 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核能或者是 藻礁的問題 其實這是能源 能源要牽涉到產業政策 其實這是 固然它有價值的選擇 但是更重要它還是一種 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來討論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都覺得呼籲很多遍 我看都沒有在處理 所以 整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還需要再進步 我覺得這個 今天重點不是投票結果 今天重點是投票結果出來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才是大問題 市長昨天你有談到說自己是總統的話 所以是在 第2024做整備 沒有啦 這還是我們 不管這樣做為台北市長你知道 有些政策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看法 其實 其實那個2025的 那個能源計畫 坦白講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哪一個 哪一個專家或者學者願意出來替蔡英文的2025能源政策背書 再生能源20%要怎麼達到 何能12%的退場要怎麼補上去 這都要講清楚了 這個 所以政治 我每次說政治不是喊口號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這個還是 所以 台灣社會還是有很多我們要再去努力的 那說之前的態度相比 大家說昨天的談話非常辛辣 那聽說是市長親自寫的這個言論 昨天非常平和 也沒有罵人也沒有喊口號 所以你有提到說 好像民進黨是雙標黨 你炮火蠻猛烈的 雙標黨還炮火蠻猛烈 這已經是全民共識了 這是常識 你去看看他以前怎麼罵萊豬的 現在怎麼樣 那兩套 頭一個題目兩套嘴臉 這個實在是 我跟你講 政策不是不能改 那你要出來道歉啊 你要出來說明啊 不是那個 這個一副就是 我快抬頭就阿拔 當年那種態度 不然你是要怎樣 我動算 不然你是要怎樣 就是那種態度 市長 那這個總統這個臉書上面封面 直接把這個反萊豬改成反美豬 你是不是也是蠻神奇 沒有啦 這個就是總統帶頭說謊造假 不是這樣嗎 當然他可以說 小編寫錯 那你就出來道歉啊 我也常常在道歉啊 不可以這樣啦 你反萊豬變反美豬 這個就是認知作戰嘛 那你就是說謊造假嘛 那你要說這小編弄錯也可以 坦白講喔 我自己的臉書你知道 文章我自己會看 但是那貼圖有時候 他們來不及給我看就貼了 會不會出手有可能 但是你要出來 如果是這樣你要出來說明 你要出來道歉啊 不是這樣這種 就一副那種好像 不然你是要怎樣 我就最討厭這種態度 市長在公投上面這個 民眾黨這段時間的表現 被大家說好像都被藍綠壓過了 那個聲量好像沒有 這個是這樣啦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坦白講在台灣今天的氛圍裡面 還不是被 被高度佔期嘛 所以有一次 你要知道1933年 德國人是選希特勒當總理嘛 可是到2000年以後 2005年以後 德國人是選梅克 你看梅克就很 就這樣看起來很 怎麼講比較比較 不是那種魅力型的領袖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如果很務實來看你知道 梅克當然對德國的發展是 對民主社會的進展是比較好的選擇 應該比希特勒好 對不對 所以人民要從選擇希特勒 到選擇梅克 這是要有一個社會的進步 你看台灣是選擇希特勒 對這位記者 記者女士 你可以回去研究看看 疫情的部分 現在台灣也是防疫旅館被中央認定說有這個群聚感染 不過你認為是空氣傳播可能比較嗎還是環境無轉 我跟你講 這個回到疫情 從那個數字上看起來 目前全世界有第四波感染 第一波是去年秋冬季 第二波是那個 印度那一次真的很慘 死傷慘重 第三波是6 現在第四波又開始在爬 而且當然一方面進入秋冬季 另外那Omicron還是有關係 OK 所以你不要看台灣好像沒什麼案例 全世界是上升 我看美國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齁 用美國來當歷史 他一個禮拜就80萬人以上感染 然後死超過8000人 所以你要知道疫情在全世界非常嚴重 所以每天從國外進來的齁 就算打兩劑疫苗 打兩劑疫苗沒有保證你不會感染 只是說感染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大概現在每天 平均大概會有10個會 入境的人是 打過疫苗而且有感染 那這些人後來我就發現 因為過去旅館的防疫措施 沒有像醫院做得那麼嚴謹 包括通風設備 所以很清楚 不管是我們台北市的或桃園市 這兩個案例 這個我們專家一看 這個是旅館內感染 就是有一個人進來感染到旁邊的 我們剛剛看到是柯文哲 他今年已經到了金融女中 去投下他的四張公投選票 那麼今天早上總統蔡英文 在9點鐘也到了秀朗國小去投票了 投票之後他步行到校園外圍 發表談話 蔡英文表示這一次的公投 對台灣的未來發展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能源轉型 供電穩定跟經貿佈局 還有跟美國的關係 都是很重要的政策議題 那麼這些政策也是 現今政府正在執行的 不希望重大的政策 在執行當中出現變數 不希望這些政策 緩慢下來或是停止 與美國學生聲明 美國是第四張公在 與美國學院等 在高校園提供 台灣的提供 真正在 世界上統領 很多人都會在 詳細監繩 雷 當初